好的,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宁默化生母 那么首先宁默化生母我打算把它分成很多集来做 那么首先我要来讲的是宁默化生母 那么首先宁默化生母因为比较多有30多个 所以就把它打算分成很多集 那么首先第一集呢 现在讲一下就是第一排这个七个生母 那么首先来讲一下这个P字母 这个拉丁字母P它所代表这个 那么这个生母P它是轻音不送气双唇色音 那么国际音标呢就是P的字母 那么宁默化中生母P的发音与普通话中生母B是相同的 那读一下例字吧 就是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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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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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同的 读一下例子 指 那么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字母B 它这个字母B呢 它所代表的就是 一个 拙双唇色音 那么IPA它 就是国金标 它表示的字母也是 相当于拉丁字母B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宁波画中 声母B 它是和P相同的发音 不为的一个拙音 那发音与英语中的辅音B是类似的 那普通话中 没有与它发音相同的生物 那么注意不要 与生物P混淆 那来读一下例子 比 补 把 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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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接下来一个生物呢 它是M 它M代表是一个双唇的鼻音 那么国金标也就是M 那么宁波画中的生物M 发音于普通话中生物M是相同的 那另外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自成音节的韵物 那么这节会在韵物的章节所介绍 那么来读一下例子 咪 咪 摸 摸 摸 咪 咪 咪 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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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门 明 蒙 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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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咪 那么接下来它是F 生物F呢 它是一个清纯齿的擦音 国金标也是F 那么宁波画中生物F的发音于普通话中生物F其实是相同的 那比如说就是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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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来是个V 它是一个卓音 是个卓唇齿擦音 那么国金标呢 也就是V 那宁波画中生物V呢 是与F相同发音部位的一个卓音 那发音于英语中的辅音V是相同的 那么例字就是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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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那么 就下次再见啦 Z位